当然我觉得台湾目前还没有废除死刑的条件 之前大家也讨论过要有配套 包括说这个终身监禁等等 那类似这样的配套还没有完成之前 大法官今天只是针对这些 37名的死囚所申请的视线 去做一些相关的解释 那在解释的过程还是要告诉大家说 法官其实不是神 那在判处死刑的过程中 需要更严谨的法律程序 更完备的去让被告有相关的 在法律审判上的权益 包括一定要有强制辩论 一定要有延迟辩论 类似这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走完之后 这样子的死刑才能够算是一个程序完整 然后合法合线的一个死刑的判决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是符合所有法律上的规定跟条件的 所以今天在讲说 执行死刑等等的这些过程 当然过去法务部 在有需要有必要的时候 还是会适度的去执行死刑 只是以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来讲 我想今天大法官只是就法令层面 去做相关的解释 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解读 因为台湾其实目前并没有废除死刑 可是相关的这些犯罪等等 还是一样的在发生 所以对于多数的人来讲 当然社会治安非常的重要 但是更需要的是透过教育 透过更多层面去让我们的治安更好 而不是只是用一个死刑 然后就认为说死刑就可以保障大家安全 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想法 你是在说清楚 我要回应一下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我要回应一下 我们大一开始修刑法 修法学虚论就会讲了 刑法还有这个一般预防跟特别预防 所以死刑的存在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别预防 就对其他的人 也会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是因为他被执行了 然后现在你是民进党 是实际上的废词 因为三十几个死刑犯 全部不执行 你当你不执行死刑的时候 死刑哪来的嚇阻力呢 你不执行死刑 说我们还是有死刑 还是有犯罪 所以没有嚇阻力 这是说不通的 因为你不执行死刑 他当然就没有嚇阻力 宏廷 坦白讲在这个交替期间 有这么多要提名上来的大法官 然后你在这之前 就做这样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 我自己个人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再来就是说大法官 其实说老实话 你就直接解释 到底何限于否 还是违限于否 其实就ok了 你没有必要在为执行面上面 去增加门槛 这就是刚才沈大老 跟我们大家都在讲 就是说你过度的去干预了 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坦白讲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说如果假设 要所有的法官是一致性的 才能够去执行死刑 那对我们来讲 倒回来解释 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就是对死刑的一票否决志 只要有一个法官说不能执行死刑 那就死刑就完全不能被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国家 其实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为什么把执法当作洪水猛兽 开枪要写报告 执行死刑 要经过这么这么强大的 这么完全这么严谨的这样的过程 可是当犯罪的人开始消耗法外 在做这种自意妄为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执法 我们如果把执法当作洪水猛兽来看的话 这根本就是一个抑制犯罪的不对等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法官这样子这样 这个大法官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其实无助于未来 对治安的改善 基本上就是说有人讲说你不是神 人不是神 哪有资格判人生死 那问题那些杀人犯 他也不是神 他杀人的时候 他没想到这个后果是什么 而且现在杀一个人 基本上已经不会判死 这要杀两三 而且你一时 比如说我跟你一生计 不小心杀了你 这都不会判死 要预谋 而且可能要杀好几个人 所以现在事实上 现在判死已经很困难了 就算这样说你还是不执行 那我对大法官 我觉得大法官开大门走大路 你核线违线讲清楚